電競隊伍TPA台北暗殺星 拿下了世界冠軍 成為新台灣之光 今天在台北青少年娛樂中心 風光舉行粉絲見面會 也正式宣布將有新成員加入 TPA 黃瑞瑞 剛拿下英雄聯盟 Season 2 世界冠軍的台北暗殺星 今天舉行了粉絲見面會 和大家分享冠軍的喜悅 也正式介紹新成員的加入 一舉成名天下之 拿下世界冠軍後 台北暗殺星成為了新台灣之光 不過隊長Mustake表示 當初真的沒有把握 可以擊退強敵奪冠 說真的得冠軍大家都想過 可是真的做得到嗎 其實這個問題 一直在心裡質疑了我們很久 等到真的拿到冠軍的那一刻 才覺得很踏實 然後很滿足 很感謝 能夠擊敗俄羅斯漢南韓強敵 奪下冠軍 不只隊長感覺意外 就連一路支持的粉絲 也感到十分驚喜 這其實也有點意外 因為本來想說可能只會有個前三名吧 可是沒想到真的就打贏了 這個我要先跟他們道歉一下 因為我們 我之前都不看好他們 結果這次忽然拿下世界冠軍 讓我很興奮 電競運動在TPA奪冠下 帶動了一股熱潮 參與人數以及粉絲都直線飆升 接下來這支冠軍隊伍 在11月要再次挑戰世界舞台 帶給大家更多感動 雨點TV 吳家祐 張一齊 台北報導